北京已绝望,彭斯演讲后央行降准再放水7500亿,十一长假最后一天,中共央行宣布年内第四次降准释放7500亿人民币资金,三天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演讲痛斥中共被指新冷战宣言,此前海外专家指央行放水的速度显示北京已绝望广告10月7日, 据中共央行官网消息从2018年10月15日起将下调大型商业银行,股份制商业银行,城市商业银行,非现域农村商业银行,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,一个百分点报导称降准所释放资金,部分用于偿还10月15日到期的约4500亿元人民币中期借贷便利MELF除此之外,降准还会暂时, 释放约7500亿元的增量资金一如既往,央行趁释放资金的目的是支持小微企业,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发表演讲,在多个层面对中共进行严厉谴责,海外时平人士纷纷表示,该演讲相当于新冷战,宣言中国网络上也开始流传新冷战开始,你准备好了吗? 台媒披露彭斯演讲,前后中共驻美大使馆,已经连续加班一周,上述央行消息显示中共国内机构,也在加班加点,研究对策央行宣布这一轮放水操作,距离上一轮刚刚20天9月12日美媒, 披露川普政府将对2000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后6天内中共央行通过4次操作累计镜投放,达5950亿元人民币,美国时事评论家张家堆,当时在推特评论称,以这个速度印钞,表明中国中共很绝望局势危急,大陆自媒体此前统计,未应对贸易战仅仅今年上半年, 央行就已通过各种明目,放出超过4万亿资金,中国大陆将很快迎来大规模通货膨胀,美道经济陷入困境,时印钞票刺激经济,都会成为中共的必然选择,但其沉重负担最后都转嫁到民众身上,日前中国房租和物价都开始前面上涨,中产阶级迎来消费降级社会底层生活更为困难,大陆媒都必谈央行大印钞票, 的负面影响,而在一些自媒体和社交媒体,上常见民间对中共此举或民或安的讽刺。